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立文 28号与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会面 两人同时对两岸议题都发表了言论 基本上关于台湾问题 美中之间一谈再谈 也不会有什么样的交集 也不可能得到什么样的共识 台湾问题呢 那是中美之间的一个核心争议 两人到底谈了什么 美国白宫指出 苏立文强调 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重申美国防卫印太地区盟友安全的承诺 而中国央视报道 王毅表示台湾属于中国 中国必将统一 而台独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 要美方应当把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落到实处 停止武装台湾 他一定是要表达 就是对于中共不断的增加 对于台湾的军事威胁 特别是这个军机饶台这个问题 美国现在基本上 把中共当作是一个 这个留校查看的国家 所以每年 这些美国的高级的官员 都要去大陆去查看 苏立文的访问也被认为是为拜登与习近平举行 最后一次峰会奠定基础 而拜习会可能碰面的地点 就在今年11月秘鲁举行的 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峰会的期间 而到时恐怕又会就两岸议题再度交锋 三菱新闻张永泉杨杨指寓 台北报导